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近日旧金山市议员马兆明提出了一项由市议员杨池马共同签署的决议 谴责以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名字命名医院 马兆明表示脸书的政策没有反映旧金山的价值观和承诺 肯定和维护人权尊严以及社会和种族正义 他们希望旧金山与那些致力于阻止仇恨和虚假信息在脸书上猖獗传播 伤害社会的组织站在一起 该决议还敦促市政府各部门制定明确的标准 以确保公共机构和财产的命名权 只给那些做法与城市价值观一致的组织 据悉扎克伯格旧金山综合医院是一所世俗医院 在扎克伯格夫妇向该医院基金会捐赠7500万元之后 于2015年正式更名